我跟韩国瑜很爽 以前韩国瑜喝酒都每次找不去 因为他喜欢喝酒 他有一个麻烦就是 他如果晚上没有喝几杯 晚上睡不到 所以他一定要喝酒 然后帮助睡眠 当我以前没有当官的时候 他完全睡到中午也没能够理他 他可以充分地睡觉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周三在工商协进会演讲 大爆料说 他跟韩国瑜很熟有三十几年交情 李嘉芬也是他小学学妹 韩国瑜追李嘉芬时 尝到他家去晃 不过即使有好交情 老谢劈起韩国瑜也毫不客气 一步一脚一直非常重要 他对韩市长来讲 他过去喜欢哈拉哈拉 跟大家喝酒 他其实他的根基是不够的 你问他的问题深入一点他都拉不出来 谢金河也说 在李嘉芬家乡 云林西罗镇韶安里 与他家乡河南里 韩国瑜的得票数都落后小英一半 显示韩在地方的风平普通 你风平好不好 你要就知道 为什么 我是 我一直都没讲 韩国瑜撞死人的时候 我就知道 2003年 他开车撞死人以后 他躲起来躲一天 一天躲 专心市政 也许高雄市民会同情他 如果他去选党主席 一定会被罢免 我想 脚踏实地的更衣才适应到 花大财只是一个犯案 东新闻综合报导